大家好,今天是感恩节的早上 一大早带孩子们去斯坦福大学里面骑一下车 天天宝宝,打个招呼 感恩节的这周其实都已经蛮,大家都休息了 除非真的是想要在这个时间段买房跟卖房的 不然的话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会暂时休息 因为卖家也是想要有假期 那买家可能也觉得现在房源很少 然后也会停止一些看房的活动 所以这一个整个星期来讲 我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半度假半休假的一个状态 天宝加油 天宝加油 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敷衍 后个镜头 说你好 那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 就是我不仅是帮人买房子 同时呢我也会卖房子 今年呢我是前后帮了六位客户卖了他们的房子 那其中是有五套是独立屋别墅 有一套是townhouse都在湾区 那今天呢就是其实也是想突发奇想吧 想要来一个年终盘点 来盘点一下在今年我所卖掉这六套房子 那如果说你们大家是好奇 我是怎么样卖掉这六套房子的 以及呢就是或者是你们想要明年有打算 想要卖房子的话呢 就欢迎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我会把其中的一些过程啊 还有一些有趣的点 我都会分享给大家 那我也知道呢就是看我的视频 有一些同行的朋友吧 那呢也欢迎同行朋友来 就是看看我的视频 我也很希望就是跟同行朋友一起交流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进步 第一套呢就是在南湾的一套townhouse 它是四个房间 3.5位的2000尺的一个蛮大的townhouse 这个townhouse呢它其实比较新 但是就是说里面的整个内部结构 就是疏于达里吧 而且就是虽然整个小区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但是当你开车走到外面的话呢 就是整个一个外部的环境 就是比较一般 而且就很多都是 墨西哥人的一个聚集区 那所以说整体的环境来讲的话 就没有其他的一些小区那么好 那既然外部的一些因素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那所以我们就力图把房子里面 就打理得干净一些 那其实我们做的东西呢 也做挺多的 就是我们把厨房的一些 很脏兮兮的地砖 跟一个一进门前的一个 蛮脏的一个地板都换掉了 就换成那种就是很现代 很干净整洁的木地板 然后还有一些卫生间的一些修理啊 以及换灯泡啊 这么一些工作 其实呢工程量不是很大 但是小小的一些工程 就可以把整个房子换然一新 我记得我们是周四上市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open house open house还没有开 那周五的话呢 是来了三组客人 然后当天晚上就有一个 已经看了房子的买家经纪人 就联系了我 可不可以就是考虑 收一个early offer 那我就在邮件里面回复他说 我说除非这个offer 是好到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那我的卖家 他是不会收early offer的 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 好像是已经晚上十点钟了 然后结果第二天早上一大早 看到了就是这个买家经纪人 发过来的offer 我还很迷糊嘛 因为还在刚顺行 然后我看到这个offer 然后我就起床了 马上就打开电脑一看 这个offer的价格呢 已经是超出了seller的预期 还比同一时间卖出的一套 相同面积的townhouse 价格还要高 而且是no contingency unpayment也是放了50% 是一个非常接近完美的offer了 所以呢 我的seller 他就是也考虑了一下 觉得不要再等其他的offer了 因为通常来讲 其实第一个offer 虽然他是early offer 那他的这个价格也放了很好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了 所以我们就欣然接受了这个offer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第二套 第二套的屋主呢 他联系我是因为他要卖房的原因 是因为工作调动 他们就要搬去南加州了 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个房子卖掉 那这个房子也是南湾的一个独立屋 它的地理位置呢 是非常好的 然后屋主是在2018年的时候 买了这个房子 就站在了一个糕点上面 当时真的是买的挺贵的 而且呢 就是买完之后 屋主也没有怎么装修 就好像还是老样子一样 就是完全都没有什么打理 那所以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有这个爆米花天花板 那因为seller呢 他是刚刚生了宝宝 这个宝宝才三个多月大 那我就说这个popcorn ceiling啊 其实是可能会有一些失眠的问题 那会影响健康 那屋主就说 当时他买房子的时候 就都没有太注意 那房子的这个卖点呢 的这个位置非常好 对 占地也挺大 就也OK啦 就是6000尺 海光非常好 户型也方正 缺点就是说面积比较小 那只有1100多尺 三房两位 装修也挺旧的 哎呀 我这举个手好酸啊 换一个手 刚说到哪了 对 就是确定好这个合作关系之后呢 我就马上联系了 就是我们的独家的这个contractor 就是装修师傅 然后进场装修 因为当时这个时间点啊 还是要抓得挺紧的 因为马上就要到暑假了 那暑假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说 会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淡季 因为大家都会带着孩子啊 出去玩啊 或者是一些放假啊 就是没有这么多人来看房了 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个抓紧时间 要赶在暑假之前上市 我们在10天就把整个房子 包括装修 然后厨房的一些remodel 然后厕所的一些维修 然后还有刷漆 包括深度清洁 staging 然后还有房屋检查 这些在10天之内 我们就全部搞完 然后在第11天 第11天顺利上市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10天之内装修完这个厨房的 before and after 这个效果对比 然后我就非常记得 当时上市的那一周 整个加州就重新开放了open house 我们当时是第一个第一周 来做open house的 当时好像确实是准备的也挺仓促 可是因为由于我们这个staging做得很好 然后拍照也非常吸引人 所以当天我们就 那个周末就只open了一天嘛 当天就来了30组人 场面也是非常热闹 我这个开价是104万8千 我们到最后收到了最高的offer 是133万 然后我看了一下 就是之后的一些 类似的房屋的成交价 都没有超过我们这个记录的 所以我们这个房子是属于 就是今年以来吧 算是一个卖的真的是很高价格的一个房子了 那我的seller当然也非常满意 他们就很开心的就搬去洛杉矶了 我觉得已经不持终了 我们就不alties了 soone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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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样上市的话呢 确实就是不会吸引到很大的一些关注 大家喜欢的房子都是那种拎帮入住的 然后里面干净整洁 没有什么大毛病 小毛病呢 或许都会有一些 但是一些比较 你看就是进屋里面比较糟糕 比较邋遢 然后觉得这个屋主 没有很细心的去打理这个房子的 那这种房子通常来讲都不会收到很好的offer 所以呢 作为卖家经纪人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我经手的房子 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来上市 由于屋主呢 已经不住在加州了 所以呢 全程大大小小的一些事项 都是由我跟我的团队一起来操办的 刚才录着录的像 然后呢 我的手机自然就没有内存了 就录不成了 那现在呢 我已经来到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家里 然后在这边继续给大家录 我是作为一个listing agent 其实也相当成一个就是project manager的一个职责 因为呢 整个卖房子之前的很多的步骤 都是由我们来统筹的 然后呢 这个整个房子 它的一个改动还是挺多 包括了把这个楼梯的地毯全部换掉 换成了地板 然后整个全屋都刷了漆 然后还换了灯 然后改造了一些就是东西吧 这些的材料费加起来呢 一共是一万多 但是整个的整体效果出来 是超酷了想象的 哦对了 刚才忘记提到 就是还有一个 这个房子的一个问题 是我还比较concern的地方 就是它的后院 没有怎么经过处理也整理 但是呢 如果要把整个后院全部都重做一遍的话 确实是花费太高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稍微处理了一下 然后就直接上市了 但是最后呢 其实我才是比较欣慰的 因为整个过程下来 Open House两天 然后买家进来 他们更加在意的是 房子里面本身的内部结构 还有新旧程度 对于这个户外 面子到底怎么样 他们觉得 哦没关系 那我们之后我们自己来弄 其实就是说 如果这个房子有 它的自己的亮点的话 其他的一些小缺点 是可以接受的 最后呢 这个房子 它的最后的卖价 也是超乎了 Fravo的预期 然后呢 屋主也很高兴嘛 因为他本身 就是我一个大厨同学 他就说 玛丽我要请你吃 米其林担心大餐 因为真的非常感谢 对他的一个帮助 然后说这话 已经说了好几个月了 但是米其林大餐呢 我现在要用制品 然后来提醒一下 记得请我吃大餐 好开个玩笑话 第五套房子呢 其实就很豪了 它是一个有4500尺的 一套大豪宅 当时其实我跟这个 Solar签订合同的时候 已经是在年初 二月份就早早签订了 这房合同 但是由于 这个疫情的关系 然后呢 屋主因为要回国嘛 但是小孩的这个签证 就迟迟在领事馆那边 就发不出来 就把这个计划给推迟了 然后直到是下半年 大概是七八月份的时候 他们才举家的能够回国 所以那个时候呢 已经过了半年左右了 当时吧 我很清楚的记得 在二月份的时候 我就问过他们 就是他们的这个 对于房子的预期 到底是多少 他们说 邻居家卖了260万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卖 265万 就已经很开心了 当时是二月份 对 结果呢 没有想到 觉得可能是因祸得福吧 就虽然在美国这边 是又多待了半年时间 但是呢 由于这半年 真的三谷地区的房子 涨了又涨了非常非常的多 由于呢 这个屋主 他确实全家都回国了 所以整个房子的 所有的事前的操办工作 都是我跟我团队 我们共同完成的 因为当时这个房子 是跟第四套房子 它的上市时间 非常的接近 所以呢 两套房子 他们的屋主 都不在这边 所以两套房子 我们都要前前后后去准备 那个时间 我真的是非常忙 基本上每一天都在外面 或者是在忙着 这两套房子的 一些筹备的工作 就多数的朋友 他们可能真的只是看到 房子在上市之后的 一个样貌 这个房子还挺好看的 照片也挺漂亮的 但是其实很多的朋友 他们都没有看到 之前我们对这个房子的 上市之前的准备工作 到底有多少 就好像是一个运动员 他们就是上场比赛 他拿到了名次 可是呢 很多大多数的人吧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运动员在厂下 到底挥洒了多少的汗水 以及做了多少的准备工作 对于运动员来说呢 就是比赛之前的准备工作 是非常关键的 对于经纪人来讲 卖房子之前的准备工作 才是最重要的 感谢观看 小房子有小房子的卖法 那豪宅也有豪宅的卖法 当时是夏天嘛 然后那边的天气也非常的炎热 所以呢我就请了一辆冰淇淋车 那个冰淇淋车还是挺大的 然后它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冰淇淋 我就请那些那一个周末 然后来看我们open house的买家朋友们 然后免费吃冰淇淋 这个是华人的经济圈里面 我是属于首创的一个非常新颖的 open house的一个方式 当天是吸引了 我记得是两天的open house 前前后后吸引了大概400到500个人 就非常非常热闹 那个整个房子就像商场一样 就是来来回回 对我不同的人进来进进出出 很热闹很热闹 因为我本身呢 其实大学的时候是学marketing出身的 我是深信就是营销是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 所以我相信一个好的营销是能够帮助这件事情变得很成功的 这套房子总共收到了9个offer 其中最高的一个offer是311万 当时是已经比他们一开始2月份的预期又多了40多万 所以他们确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那第六号房子呢 我可能就稍微简单带过一下 因为整个的过程其实跟前面警套都很类似 就是它是一个独立屋的别墅 然后呢里面呢也是比较一般 但是我们经过了整体的一个包装之后 我们一共收到了5个offer 然后比这个开价我们是高了15% 卖家已经是非常非常开心了 就非常感谢 房子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也非常操心 就是能够尽心尽力尽责的把这个事情做好 把这个房子能够顺利上市 并且呢确实是得到了很多买家的认可 房子里面的一些细节啊 像是庭院啊 还有装修啊 还有staging 他们都会觉得就是说符合他们的口味 所以我经手的房子里面呢 都是很符合大众口味的一个审美 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 因为做房地产经纪人 尤其是卖房子的经纪人 对于我来讲 其实每一个case都是一个全新的case 因为每个房子都是不一样的 location不一样 朝向不一样 floor plan不一样 地理位置都是不一样 那所以呢就是每接一个case 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 就是我们不会轻易的去接下一个case 但是如果接下这个case 我们绝不会放弃 而且我们一定会把它全力的做到最好 我也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个视频 给到我自己一个复盘 做每一件事情 我都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个总结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总结的一个人 就是从每一个过程当中 我到底学到了什么 吸取到了什么教训 或者说我从这里面 获得了什么样的经验 每一个case我都会做一个folder 然后把一些总结跟经验还有过程都写下来 那拍这个视频呢 也是想给我自己 对于今年2021年的一个卖房子的一个总结 可能很多其他的经纪人 或者一些朋友 他们也不会细说 但是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这么一个分享 能够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卖房经纪人 背后的一些付出的一些努力 背后的故事吧 也希望能够分享给你们 这样子的话呢 你们也能够知道 就是说我们到底实际上 为了这个房子 卖这个房子 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 最后的最后呢 就是明年 如果你们要想要卖房子的朋友们 准备要想要把房子卖上市 那其实也是事不宜迟 应该是现在就开始 慢慢的开始准备起来了 而且呢 是越快准备起来越好 因为整个房子的卖房过程呢 其实也并不简单 需要很多的一些时间跟精力 来去筹备的 那刚好12月份呢 是属于整个房地产的段级嘛 那现在如果你们来联系我的话呢 我这边还有一些时间 可以给你们一些解答 也会有更多精力 能够帮你们做一些规划呀 对吧 那所以呢 如果你们是有这个卖房子的想法的话呢 请你们一定要现在就开始联系我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已经很长了 那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 对于卖房子的参考性的建议 也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我的视频 在我的视频下方点赞 啊 说到喉咙都已经哑了 好吧 那我就喝口水 休息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